今天是羊了的第二天 我的嗓子好疼啊 昨天晚上应该是发了一晚上的低烧 迷迷糊糊一会儿睡一会儿醒 然后身上的关节啊 就是脖子 腰 然后就是骨节 缝 疼 脑袋里边就跟有一根筋 一会儿被人拽一下 一会儿被人拽一下那种感觉一样 今天嗓子好疼 昨天测那个抗原测出来是一条杠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症状肯定是羊了 这会儿准备再测个抗原吧 看看是不是羊了 哎 羊了 我羊了 哎 幸好不是感冒 我觉得要感冒的话遭着老鼻子醉 我情愿是羊了 羊了 两条杠 现在显现的还不是很明显 稍等一下 等它再 再显明显一点 给你们看看 两条 昨天测一条杠 今天很明显的两条杠 确认是羊无疑了 我这个症状就是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我刚刚烧着喝了点茶 这会儿感觉身上又没有那么疼了 就是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 然后发热也要好一些 大家发热了的话可以喝点茶 能不吃药尽量不要吃药 因为吃药的话 其实对身体不太好 争取还是用自身的免疫力 去战胜病毒 我这会儿准备煮点冰糖雪梨 因为今天还没吃饭的 这会儿都四点多了 没有食欲 但是我这个味觉还在哈 味觉嗅觉还是在的 煮点冰糖雪梨吃吃吧 又到了得瑟的时间哈 小兰呢 How are you 你不怎么are you 现在啥情况啊 我只要身上就疼你不要碰我 我不要碰你 我碰你的怎么地 你推我一下我就疼 我这戳一下你也疼啊 哪儿疼啊 红身上都疼 脚趾都疼 来我给你按摩 我给你按摩 哎呦 蓝姐起不来床了 她起不来床了 我给你煮糖水喝 不要太甜 看我对你多好 我还照顾你 今天有让我照顾的时间 你明天绝对 那明天 你看昨天 昨天你说我今天肯定那个啥嘛 但我今天这会儿感觉良好啊 你今天是疼的 你明天才疼的 我今天是疼的 我昨天晚上 昨天已经 其实这个病毒已经潜伏好几天了 因为我前几天嗓子疼 嗓子有点肝疼 只是昨天才开始有症状 她的症状比较重 她已经起不来床了 来趁能嘚瑟的时候 赶紧再嘚瑟一下 小兰呢 我真不要腿 我身上好疼 身上好疼 那行我给你煮糖水喝哈 不要太甜 你得多喝点糖水 你又不吃饭 你又不吃饭 那你得补充糖分呀 没有胃口 没有胃口 那喝点糖水就好了 笑死我了 现在还能嘚瑟 赶紧嘚瑟 嘚瑟 哎呦 还有功夫玩手机呢 睡不着啊 来 来起来 来起来 起来 起来喝糖水 你不要骗了 你不要骗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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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喝点糖水看看能不能好一点 好吧 好 还有喝完糖水去睡觉 嘚瑟过头了 嘚瑟完了就开始发烧 我这会感觉我都快烧傻了 没有高烧 但是低烧也很难受 身上一直在发热 然后也不出汗 脖子 胳膊 腿 嗯 脑子 就感觉一直在阵痛 一会儿疼一下 一会儿疼一下 唉 这边温度计买不着 所有药店的温度计 全部都卖光了 美团上边 那些药店也没有 然后呢 我的温度应该 嗯 我发烧应该没有高烧哈 应该是低烧 可能温度在 38度 这个样子 肯定没有超过39度 可能甚至更低 烧的人也不舒服 我这胳膊呀 它就一直跳着疼 就是 胳膊上的肌肉 一直在跳着疼 嗯 唉 蓝姐比我症状要厉害一些 她一直在咳嗽 我们在东北这边住的是一个两室一天的民宿 这样的话两个人都休息得好 哎呦 我好想把暖气关了呀 谁知道地暖怎么关呀 真的太热了 这房间里面 就算我不发烧 我平时一进房间 我就是穿短袖短裤的 因为地暖特别乱和 然后现在 乖不掉 好热啊 我觉得我就是个火球 别嘚瑟 真的 不要嘚瑟 早晚会轮到你的 之前看着他们痒的时候 我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 我以为我抵抗力特别厉害 然后我肯定是属于无症状感染者 这下知道厉害了 哎 问题不大 过几天又是一条好汉 啊 我嗓子好疼 咽一下都感觉疼得很 晚安 明天看看情况 我觉得我今天晚上要是不发高烧的话 我明天肯定就退烧了